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這樣子 這個我們從美國談到韓國 會更精采 這個台灣的驕傲 真的很驕傲 今天的台灣就是民燃的美國 你說今天台灣發生的事 美國現在都在進行失蹤 你不是美國現在在做的事 跟我們過去多遠相同嗎 所以今天的台灣 明天的美國 偉大台灣的驕傲 美國是老兵不死慢慢凋零 美國不死慢慢凋零 美國會被自己折騰而死 真的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 同樣的拉到了影席業的身上來 當影席業的民調 滿意度掉到最後24%的時候 最後我想我們從事政治經驗這麼久 有時候從事政治公關 也活動這麼久 應該都可以肯定我一句話 當民調調到24%的時候 講什麼都沒有人聽 講得再對都是屁話 就是說今天他講了什麼 在整個的民眾裡面已經認為 I don't care 你為什麼還不走 你為什麼他在那裡 他才剛上來啊 台灣也是揮霧一個 24%所代表的意義就是這樣子 你要記得吧 當陳水扁掉到16%的時候 有用嗎 講什麼都沒有 當馬英九也掉到那個四字的時候 馬英九講什麼有用嗎 都沒有用 這就是今天 韓國面對 可是韓國的問題 對比於台灣講起來 韓國是無能處理 我們是可以處理把它搞爛 為什麼韓國無能處理 因為台灣只要把大陸的問題處理好 兩岸的問題處理好 我們大概就解決了80%的問題 可是韓國呢 很慘 第一個日本的問題 一個歷史的恩怨怨卡在那裡啊 進也不對 退也不對 好也不對 不好也不對 要好有歷史的恩怨沒有解決 不好經濟之間相互的互補 脫都脫不掉 另外一個北韓就在那裡 南北韓跟我們台灣兩岸是不一樣的 韓國人希望國家統一的意志 跟心情是比我們強多的 當然最近這幾年有一點改變 那基本上他是希望國土統一 因為他們很認為 南北韓的國土統一 會讓韓國成為一個真正的強國 會成成一個大國 可是呢 統一容易嗎 這個呢 這個文在寅稍微往前走了一步 然後就美國拉了他的後腿 然後呢這個隱形 被美國崩住了 結果北韓的問題解決不了 他的左右為難啊 左之右處了 比台灣還慘 因為我們對大陸 但是夠大 對美國有足夠的壓制 韓國北韓呢 對美國只有足夠的導彈 我國語不標準啊 是導彈不是那個導彈 他沒有足夠的導彈 好 現在一個問題 又面對了中國大陸 在國際政治上是一個強大的國家 經濟上又不能離開了一個地方 所以他面對北韓 美國 日本 這是韓國 需要一個有智慧 能夠被民意接受的總統 但是當他掉到24的時候 真的 他什麼都做不來 隱形業今天不要做什麼話 真的 假如從政治操作的角度來看 他今天唯一要做 不是要去處理這些 趕快把他內部 他的民心 他的士氣 他的支持度 從內政去把他拉升上來 否則他講了再多的國際的話 講的是沒有用的 因為一個士氣信賴的人 講了什麼話 是沒有人信的 就好像一個被太太士氣信任的先生 承諾了什麼 太太是聽不下的 但是現在也許許許越想要說 我要拉抬我自己的聲望的話呢 我把外交工作搞好 會不會可以扳回一城呢 比方說現在呢 跟日本呼籲嘛 那跟日本說我要修補關係嘛 日本的媒體 你看朝日新聞就有一篇文章 這個社論就寫著 日本政府應該是時機松綁撤回 對南韓的出口制裁措施了 還說至少可以像試圖改善 兩國關係的隱形業 傳達一個正面的訊號 這算不算是隱形業稍微有一點點進展呢 但是再說跟北韓是呼籲喊話 可是北韓的動作是不是等於是大膽 對隱形業的大膽計畫潑了一個冷水 因為他發射飛彈 好不只是隱形業在喊話 南韓的外長不也有在喊話嗎 對誰是對中國大陸吧 他說中國是韓國重要的經濟夥伴 排除了與韓國緊密合作的中國 根本就難以談及印太地區的未來 那你看24號這一天 就是中韓要建交30週年的紀念日了 那麼當然也說要追求共同利益 可是現在這樣的共同利益 會不會只限於經貿關係 可是其他的部分呢 軍事上國防上 這是不是在安全上面 卻有不一樣的考量呢 我覺得當然就是韓國 跟我長期強調 韓國跟台灣是一樣的 就是經貿就是跟大陸 然後你的這個外交安全什麼 有些就是跟美國 我覺得你如果分得清 可是現在美國不讓你經貿 韓國的經貿完全依賴大陸 對他拉著你 他拉著你跑 所以這是韓國的尷尬 那隱形業剛講到說 解決這個跟日本 碰觸這個主權的問題等等 他們就是主導的問題 那不知道他們可以不談 但是日本人最跟韓國來往 他就覺得說 好 先是慰安婦 對不對 慰安婦完了以後 發現有強制勞工 日本人覺得說 我1965年吧 好像蒲正熙那時候 跟日本恢復邦交之後 日本人說 我那時候已經陪過一次 那可是呢 韓國人就是 一直有新的問題出現了以後 日本覺得說 我不曉得我要陪多少 才算陪得完 好像沒有永遠會有新的東西出現 就是這些表示說 日本殖民台灣的時候 殖民韓國的時候 確實有很多的問題 他們只要沒事挖出一個新的歷史事件來 就叫你賠 可是現在不是啊 現在日本的媒體自己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撤回對南韓的出口制裁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尹徐越也知道 韓國人沒事會寄出這些新的東西出來 就讓日本會很不爽嘛 那現在他大概就是希望不要再寄出來這些了 我自己在美國的時候 我看過 就是韓國人搞慰安婦這個事件 比我們台灣要有Guts多了 他不僅是對日本喊 他沒事到美國的小鎮 搞一個慰安婦的銅像 結果把當地的韓橋跟日橋搞得不太開心 之間關係 但他就是讓你知道 那是他的民族性 這是我的民族性 這是日本人在我們統治我們時候做的事情 就搞一個慰安婦的銅像在那裡 所以日本是一直覺得說 跟韓國好像你對他好一點 但是他沒事又會有新的這個 就是深索的議題來出來 所以這個是我相信 尹徐越也希望說 好了我們不在這個地方去追究了 可是韓國 我不覺得說韓國人會同意這件事 因為韓國人現在不能說 我現在就所有東西一筆勾銷 因為他們說還有很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啊 那他現在這樣子不是違背了民意嗎 對 是覺得我覺得絕對是 但是拿著頭又砸了自己的 那是很慘啊 講到民意剛剛那個 李委員講到說 好像到了很低了 那我們也覺得說 這是已經最低點了 可是 現在就像我們 最近在台灣講的 沒有最低 只有更低 那萬一還要再下去 你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是他的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你才上台100天 你的民意變成這個樣 美國的總統再不受歡迎 也不會到這個地步 所以這個老師 沒有我答案 只有一個 請他們總統府 清華台派人來台灣學 怎麼樣搞網軍造勢 幫你搬回來 搞網軍 對 幫你把你的這個 你的紳士給搬回來 絕對可以 韓國這個網軍不會比我們差嘛 那隱形院你搞 這個司法出身的 可能不喜歡用 你現在進入政治用網軍了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條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 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